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三大从句的知识点 大家都知道一个非简单句通常情况下是由一个主句和若干个从句组成的 所以了解各个不同形式的从句 我们在分析非简单句的时候 或者是分析大家认为那些句子结构比较复杂的句子的时候 就会更加得心应手 所以我们今天呢,重点来看一下从句 那三大从句有哪些呢? 有名词性从句,定语从句,还有状语从句 咱们今天重点来看一下名词性从句 什么叫做名词性从句 大家可以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一下 首先这个肯定是一个句子,因为是从句嘛 那这个句子它做的是一个什么成分呢? 是名词性的成分 也就是说名词能做的成分它都可以做 那这个名词性从句有哪几类?我们来看一下 主语从句,宾语从句,表语从句和同位语从句 它是不是应该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陈数句,一种是疑问句 这个陈数句和疑问句,其实它都可以充当主语 我们先来看一下陈数句 陈数句充当主语的时候,它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陈数句的句子前面要加一个z 这个z是没有实际的含义的,不做任何成分 那我们后面这个陈数句它的语序不会发生变化 我们看一个例子 它说that English is important is true 这个English is important是不是一个陈数句 我们想让它做主语就在它的前面加一个z 那整体它就构成了这个句子的主语 that English is important 主语,然后is true就构成了一个主细表的结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疑问句 疑问句它怎么做句子的主语呢? 它要保留这个疑问的引导词 然后我们把疑问句后面的语序调成陈数句的语序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哈 它说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这是一个疑问句哈 如果疑问句的形式的话 它应该是what was he talking about 但是我们保留了疑问句 这个引导词后面语序是不要求调成陈数性的语序 所以就是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后面doesn't matter,does not matter 这就是位于动词 那这个what这一部分 它就是整个这个句子做了主语的形式啊 做了主语的这个成分 所以它就应该是主语从句 好,我们接着往后看 看一下宾语从句 那宾语从句呢 肯定就是从句充当宾语 那这个它也可以分成两种形式 一个是陈数性的 一个是疑问性的句子 陈数性的这个句子 还是同样的哈 前面加在的 没有实际的含义 但是这个呢,语序发生 这个z应该是加在前面的这个语序 陈数句的这个语序呢 是不发生任何变化的 我们还是看一个例子 它说I think that English is important English is important 是个句子 但它是不是做的这个think的 宾语 就是宾语从句 那前面出现了一个z 就是加的这个z 有的时候这个z 它是可以省略的哈 但严格来说 不会省 应该有这样一个成分 但有的时候省 大家也要注意这种结构 那省了之后 也要注意后面是整个句子 做的是宾语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疑问句 疑问句这一部分呢 跟前面是一样的 保留疑问词 疑问句的这个语序 调成陈数性的语序 比如我们来看哈 I don't know 什么呢 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这个还是保留疑问词 然后后面变成 He was talking about 这种陈数性的语序 好 我们接着再看一下 表语从句 表语从句的话 是从句充当表语 跟前面是一样的 我们简单再过一下哈 句子前面加z 它没有实际的含义 不做成分 语序不变 看一个例子 The truth is that English is important 是不English is important 在这里做的就是表语 前面宾语从句是 主为宾的结构 而后面主这个表语从句就应该是主细表的结构 那相同的这个疑问句还是这样一个要求哈 保留疑问词语序调整成陈数句的语序 我们来看一下 My question is 我的问题是 是不是主细表 后面就是表哈 What we should do 我的问题是 我们要做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表语从句 好 我们接着再往后看 看一下同位语从句 那就是从句充当同位语 对吧 那同位语 大家讲一下 是不是它应该是修饰前面某个成分 做了一个就是解释说明的成分 那这个怎么去展现是什么样子的才算是同位语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 一般情况下呢 它是用ZET进行连接 然后这个ZET在句子当中也不做任何的成分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哈 它说 The rumor that Tom was a thief 然后turn out to be untruth 这个ZET后面是否加了一个句子 就是这个TOM是一个小偷 而这个TOM是个小偷 是否它指代的就是前面这个rumor的这个内容 所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 这里它就是一个同位语从句 它们之间不是那个就是有一个成分的联系 它是一个含义上重复解释的这样一个内容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同位语从句 在修饰前面这个rumor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同位语从句 好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个名词性的这个从句哈 一共有四个 主语从句 宾语从句 表语从句和同位语从句 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课上讲的这个内容 以后再遇到从句的形式呢 适当的去对应一下 看一下它是不是处于这种名词性的从句 那也希望大家以后再遇到名词性的从句的时候呢 能够快速的辨认出来 它是主语从句 还是宾语从句 还是表语从句 还是同位语从句哈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名词性从句的知识点就讲到这里 大家课下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练习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 能够准确的把这种从句的形式给辨认出来 感谢观看